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电子扫描身份证调骂方式 查验前往领取爱心百米人的身份 区长朱世勇表示 这项名为温馨迎端午百米床爱心活动 今年公所发放首度采用这种方式 查验领取人的身份审时又便民 几乎没有出现过往排队人潮塞车的状况在发生 在过去领用百米的时候 领取百米的时候 民众都必须要由我们这边的同仁 用现有的名册去查对他的身份 那当然纸本的名册的查队速度会比较慢一些 那今年我们新庄区公所也学习取经了 使用用身份证的条码扫描的方式 来加速这个领取跟名册确认的流程 那整个领取的过程大大的提升了领取的效率 也让许多民众不再像过去一样 会有排队的情况 军所结合农委会农粮署国防部 响应新北市政府的食物银行发放百米活动 租区长说这次向农粮署申请的数量 有7200包全部要发放给弱势族群 尤其更要感谢国防部国军弟兄协助搬运百米 让活动圆满完成 发放百米的这个活动呢 基本上新庄区公所一年会有两次 然后一次是在农历年前 一次就在端午节前 那希望呢能够在两次的过节之前呢 能够让我们新庄区的弱势族群 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在这里呢我也要除了农粮署 农委会农粮署这边提供百米之外 也要特别感谢国防部的国军弟兄 这一次也特别派了许多国军弟兄一起过来 协助百米的搬运跟发放 然后在这里也特别感谢 在农务节前夕 区公所举办百米发放 预计超过有一万多户的弱势家庭受惠 而今年更透过电子扫描身份证调码方式 提升民众前往领取的流程快速有效率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 启航